本來為什麼要轉型正義這些東西 真的是希望一方面對歷史 歷史可以原諒 但是不可以忘記 把歷史的真實把它找出來 然後希望前世不忘 後世之詩 以後人不要重蹈覆轍 但是就是說 民進黨在訂這個轉型正義的時候 有沒有做到這一點 就光看以前那個 初長會那個副作者叫什麼張天青 是吧 他把它搞成東廠一樣 他就是要鬥爭國民黨 所以當你把轉型正義變成一個鬥爭國民黨 以鬥爭國民黨為目的的 那國民黨現在有什麼好鬥爭 國民黨已經趴在地上 一個被黨產會搞得一文不明 第二個搞得已經趴在地上 你還鬥他 他沒什麼好鬥的 結果這個回歷包就回到自己身上來了 因為道理很簡單 那個時候就是國民黨一黨獨到 他本來就是一黨獨到 那你說對不對 你現在認為不對 當時絕對是對的 當時有他歷史的背景 那打仗的時候 北發的時候黨軍還是國軍呢 那黨軍怎麼變國軍 那就是黨軍就是國軍啊 那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你比如說看今天中國大陸 對不對 好 他就是黨國一體嘛 他就是一黨執政啊 黨大於國啊 蘇姬大於市長啊 那如果過30年他體制改變了 你現在回國鬥爭他 說為什麼蘇姬大於市長 他體制就是這樣子嘛 他現在就是這樣的體制嘛 那時候一定會很多人受到影響嘛 一定 那時候只有一個黨啊 那時候也沒有民進黨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人 可能他當時做諜報 被吸收成泉民 有很多可能 一種可能是有補助 一種可能是他覺得他要做諜報員啊 有人可能會這樣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樣是愛國的表現啊 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啊 那你現在回去再算這個賬 這算很難算啊 真的很難算啊 所以我講就是你現在要鬥爭國民黨 國民黨已經沒有東西可鬥 當國民黨沒有東西可鬥的時候 回頭就打到你自己 一定 一定會很多人 你比如說像民進黨很多人 當時最近我看到一個資料 很多人都當過國民黨黨員 包括陳水扁啊 什麼謝長田 呂秀人 都當過國民黨黨員 那你說你是叛黨呢 你是不是叛徒呢 那你為什麼這樣去罵鄭立文呢 為什麼罵這些人呢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背景嘛 那你現在非要拿這個時代價值 去批判那個時代 那不是很無聊嗎 檔案的公開的過程 我真的覺得不曉得突然間 為什麼演變成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 這鬥得有點太難看了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目前從一開始的黃國書 很多人就在 有些民進黨的朋友就在講說 他是因為為什麼要突然之間 去講到黃國書呢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所謂的促轉會的檔案的公開 跟他們的一些開放的越覽 照理來說 他是邀請了一百多個人去看 第一個 你為什麼邀請這一百多個人 其他人你都可以看嗎 那你邀請這些人目的在哪裡 第二個 那你為什麼從過去的 228也好 白色恐怖也好 你跳過了美麗島事件 直接進到了學運世代 你知道嗎 現在這段時間 他們的很多人的談法認為說 在明年開始的縣市長 學運世代大進場 接下來是民進黨的中生代的 接班的時代來臨 現在整個的狀況突然之間 因為促轉會好像在配合 這樣一個氣氛的醞釀一樣 突然間來了一個學運世代 過程當中 多少人被監聽 那哪些人當廖北啊 哪些人當憲民 哪些人是臥底的 就是說為什麼在這時候促轉會 公佈這些資料 邀請哪些人來看這些資料 然後呢 這個資料出來之後呢 兜出了什麼樣的一個人 為什麼只兜出黃國書 沒有別的資料嗎 為什麼只公佈這些資料呢 所以這其實在民進黨內部 醞釀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爭議 所以真的有人覺得黃國書那是不是因為呢 台中市長選舉 因為黃國書想要選台中市長 那另外其實民進黨 民進黨像這個蔡奇商也選 楊憲選台中市長 很多人想選台中市長 越越遇事 那所以這樣那個狀況底下的話呢 到底跟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鬥爭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如果有的話 這其實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次長會再怎麼說是國家的單位 他的本身是要拿來去鬥爭 國民黨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把這些資料跟檔案 拿來做一個工具 我今天想餵給誰 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我就餵給誰 就希望他期待他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可惡的事情 就是說你把國家的這個檔案 你把過去大家的傷痕跟傷痛 你不是拿來劃為一個進步的力量 你不是拿來做一個和解的力量 你是拿來做鬥爭 不管鬥國民黨也好 鬥黨內的統治也好 我覺得這到目前為止呢 我覺得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所以到現在我也覺得 朱利元回應的不夠好 我覺得其實這個黨 我覺得蔡英文講的也不夠好 我覺得其實你們真的要去問 促轉會的成立 跟他去尋找去重新挖掘 過去這段時間的傷痕好了 去要離心真相也好 到底目的在哪裡 你說好是給過去 國民黨一個執政 一個反省的機會 是 國民黨應該反省 那反省完了以後 接下來他是不是給當權者 一個最好的鏡子 過去的國民黨執政 這樣子搞 全力集中 為所欲為 那你今天執政 千萬不能夠重蹈覆策 結果呢 你現在的民黨是什麼樣子呢 一個市議員 去去質詢市長 只要背出四大堅持 我覺得匪夷所思 是幹嘛 你開會以前蔣經國要 哪一個政治人員 背他的什麼 什麼潮流在變 什麼什麼在變嗎 你看李登輝 有人叫他叫大家背說 這個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嗎 連國民黨都沒有這樣做了 你民進黨到底在幹嘛 你憑什麼要人家 去背誦四個堅持 你是毛雨露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有一種很古怪的氣氛 我不敢講說所有人 但是我覺得那種 新威權的體質 越來越強烈 所以你這個促轉會的目的 如果說是要大家 記取歷史的教訓 不管是任何執政者 我強調就是說 你去看放眼全球 包括像德國 南非 為什麼要花那些心思 去挖歷史的蒼巴 他目的不是要去刺傷 每一個在歷史當中受傷的人 他是要你提醒現在 所有當權者 你都必須要謙卑 你握有的權力 你握有的資源 要為所有人所用 不是為你自己所用 我現在這個資料拿出來看 你檔案 而且還不是全部公開 像我後來就試著自己上網去查 說一個黃國書 就沒有資料要給我看啊 就是說你到底國家檔案 如何公開 你要完就全部公開 你什麼對部分人公開 而且給部分的資料 你不是有目的嗎 所以我們要回過來問 我覺得促轉會繼續說明 我們可以所有的人 都看國家檔案嗎 這是你的目的嘛 要不你查了半天 你要給誰看 你查了半天 只給國民黨 那一要鬥爭的人看 是這個意思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下鈴鐺 千萬不能再 build